今日市场回顾,今天大盘开盘后攻击五日均线,昨天抄底进去的,今天大部分都直面了,市场又一次上演了老乡别走的剧情,这点也非常符合智利昨晚文章所分析的,这时候别轻止妄动,已得到今日市场严正,目前的护制和创业版指数走势有点脱节,甚至有点互相拖累,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。 操作上在七月六日前后,仍以谨慎为主,今日复盘,昨晚文末,打一巴掌,从公开小席面观察,如今行情变化成这样,早现看,周四,周五市场可能还会出现一个低点,或在考验2736-2722,今日盘面奔心如图,个股淘金,智利每天的信号,明日我看好的个股文件行, 如果这种行情,你还得追高满入,最近市场有规律,可能很多人都发现了,涨一天跌一天,涨多少跌多少,明天是贸易战大线时间点的前一天,市场会风平浪静吗? 还是开始波涛汹涌,作为一名普通的散户,我选择继续看戏,这场戏,智利已经看了好久,终于快要进入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贴近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